這種行為是非常硬脫 我們在社會來說 應該是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這些都是騷擾證人 甚至是妨礙司法公正 他們這些一干人等的行為 其實有機會已經涉嫌違反了一些刑事罪行 包括騷擾證人 甚至妨礙司法公正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在一個法庭案件的處理當中 如果那些證人作供 都應該不受任何干預和滋擾 但如果有人去涉嫌 嘗試用一些手法去騷擾證人 或者甚至企圖 透過一些施壓或者威脅 去達致他們想達到的目的 阻礙證人的作供 如果這些情況繼續 都是有機會涉嫌干犯刑事罪行 陳彥霖的母親 已經痛失了自己的女兒 理論上 我想社會上在一個道德的層面 都應該是希望讓她儘快 可以在這個悲痛當中 希望恢復過來 我們都希望她不要受到任何的騷擾 但是香港的一班冷炒派 是冷血到這個母親失去了女兒 還要再進一步消費她那個女兒 借用她女兒死的這件事 嘗試去達到她們自己的政治的目的